由林天行及赵志军作为策画人的香港水墨新时代展览 由现在至30号 在中央图书馆地下1至5号展览馆举行 志在推行香港当代水墨艺术 以及支持发展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展览现场还有水墨艺术示范 公众水墨体验工作坊 以及由艺术家亲自带领的导赏团 现在的小孩真的很幸福 想学什么都有 而且很专业 今天Angela请来有水墨大师林天行 大家好 我是林天行 我13岁开始学画画 由西洋话中文化到学习开始 到现在应该有四十多年 我非常喜欢画画 一直矜持到跟着 我觉得画画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 林老师 你好 知道你的作品已经是无数 但要你选一两张你很喜欢的作品 你会选哪两张和为什么呢 其实我画了很多画 就是这么多年 其实喜欢的画是很多的 如果最新的画 就是现在在中英导师庚 展览中的两张画 一张是去年画的一张是今年画的 去年画的一张是很大 有两厘多的 那是画维港和湾仔 中环一带的 包括太平山 水和天 我用了整个画面的色彩 用了一种橙红色的色彩 就是表达到香港这种樱红色的 那种薄薄的生机 以及范围的那种景象 有高楼大厦 很繁忙的海港 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各种形状的云 在维港那里 就像旅行那样 是 飘下飘下 对 那另外一幅呢 另外一幅就是根面生画的 用了比较更加特别的手法 用了一种平面的手法 面和线和色彩 表达这个狮子山下 和狮子山后面 后面就是大部大围 那些沙田一带 整个画面都是平面的 前景和后景一样的大小 就是表达了千家万户的香港人 在这个狮子山生长生活 还有三月份是香港最美的贵字 这种紫荆花开 所以我表达这个紫荆花 有很多种 有红色 蓝色 紫色 绿色 白色 有很多种 所以我这张画面 有不同颜色的紫荆花 成开 就是说了一个很浪漫的环境 那老师 你说这两幅画 用了多久的时间 这两幅画 其实每一幅画都用了十多天 都用了十多天 为什么会这么久 我想 应该 如果我严格说不止 为什么呢 例如我画这个维港 那张海港 那张画 创作之前 我已经做了很多功夫 例如我经常会在那里附近 去到天台上 去看下去 去感受这个环境 感受这里往来的 所有的车 船 屋 风 雨 是无数次的 然后又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稳扬之后才开始创作 所以因为你创作作品 你又不可以跟灯的一样 是 因为我们不是拍照 我们要增加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审美 自己的美和思想 和自己的元素 所以需要这种时间来找 就是要研究之前 做很多研究才可以完成这幅画 最后你要用什么手法 来表达它 这个都很重要 知道林老师除了自己 画了很多画之外 你都会教小朋友画画的 但其实教小朋友 都会挺辛苦的 因为他们小时候 那有什么心得呢 其实我是很喜欢创作 但是我又很喜欢教小朋友或者大人 可能和我的父母 都是教书有关系的 他们都是 他们是中文中学 就是中文老师 父母也是 所以自幼生长这种环境 我经常都见到 他们对学生的那种态度 学生又对他们的尊敬 所以令到我也有这种全盛 是的 全盛 那有什么心得呢 教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你将你自己所学 你认为正确的东西 你教育给人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因为有很多事 希望学生都没有走弯路 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这么多年的探索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的把握到 顺利的快的掌握到 例如画、书画等 那你觉得小朋友 学水墨画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太多了 好处非常之多 首先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从古至今没有变过 变的是他的身 变的是他的思想 其他东西都没有变 所以所有人都很喜欢画画 我们原始社会 一开始就是在硬石那里画的 拿一块石头就画的 小朋友一样 他这种本能就是这样的 很喜欢画画的 一开始 其实几个月一岁就开始 就像他的脑子里面 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脑子是空白一片的 就开始有一条线 人心 到了一岁之后 可能会多了两条线 三岁之后就更加多一点 例如画一个形容出来 例如画一个鸡蛋 或者一个苹果出来 三岁以后 随着年年增加 知识的增长 他会越画越多一点 越画越似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你说有什么好处呢 通过他画 他的身体 深深的发展会健康 非常之健康 因为他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发展的渠道 是 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 都需要发展的 通过这种很崇高的 这种艺术的发展 这个是非常好的 同时他会通过句话 他会加深对这个身边的事物的关注 还有这个会认为大致 会看得更加多的东西 还有可以涂野性情 画画一定可以 这个更加不用说 因为他画本身是一种文化 一种艺术的 是 刚刚老师说过 你上一代是中文老师 我知道你下一代 你的子女 其实都是从事艺术的创作 身为有一个爸爸 一个水墨大师 他们的压力 会不会很大呢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最简要一个字 玩 玩 要给他时间去玩 是 画画就是其中一个 一项 玩 现在就越来 即加上越来越多 给小朋友学 每天排满所有的东西 当然小朋友是很大的能力 很厉害的 他可以同时学很多东西 都可以的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玩的态度 令到他在玩之中学到的东西 这才是最重要的 讲完才能够有兴趣 继续玩下去 画画方面 对于你的小朋友来说 不会很严格 不会严格 不会严格 他画错了 这笔不对 应该这样画才有气势 你会不会这样画他们 画是没错的 是 人 在这个社会 你要遵守很多规则 但是画是不会的 你画很简单 你把座山画高一点 画低一点 不要紧要的 即是不会犯法的 对吧 你鸡蛋画到 整个地壳这么大都行 对吧 你说这个不是地壳 这个是蛋来的 那有什么 为什么不行呢 所以艺术 学艺术好处 做一个增加你的想像力 很重要 想像力很重要 如果今天的文明 就是靠无数的人 想像力发明出来的 对吧 没有这些人 我们今天还是挂着一块耳 对吧 是 知道老师 现在有一个展览 叫做《香港水物新时代》 可否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 是近年来 香港应该是艺坛最大的城市之一 香港水物画家六十个老中青三代 他们将自己最代表性的作品 推测出来 呈现给大家看的 那里面有这个 即内容来说 很丰富的内容 有山水花鸟 动物 人物 还有有传统一点的 有现代的 当代的 有 有 有 其实无论如何 他们都表达到香港今时今日的 新时代的 发展 的艺术 跟时代有关系 不是过去的水物画 好了 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去支持一下 今天多谢林老师 多谢你 多谢你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